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指 晨周18号凌晨3点32分 同大空站组合体 成功实现自主快速加回对接之后 晨周18号飞船三名航天员 由返回仓进入轨道仓 到5点04分 载轨执行任务的晨周17号三名航天员 顺利打开家门 欢迎远道而来的晨周18号航天员 入驻天工 两组平均年龄不到40岁的航天员 随后拍下全家福 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两组人员将会在太空站进行载轨换 期间将会共同在太空站生活大约5日 完成各行既定工作 这次是中国太空站和载人飞船 历来第二次镜向对接 相对于后向交汇对接 在太空站下方进行的竞向交汇对接难度比较高 当晨周18号飞船逼近太空站的时候 太空站运动特性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飞船的交汇对接控制过程 需要飞船的制度导航控制系统 依靠自身能力克服这个影响 飞船在近距离交汇过程当中 需要频繁启动发动机进行相对姿势和位置调整 这样将会影响沿回在太空中的太空站姿势 而太空站的喷气控制也会影响飞船自身的控制 这个问题也需要依靠制度导航控制系统 并且通过地面仿真计算处理 飞船处于太空站下方的时候 飞船和卫星之间的通讯会受到太空站阻隔 变得不够畅通 需要以太空站作为通讯中介 无线电视记者刘家辉报导 晨周18号载人飞船 昨晚在走船卫星发射中心升空 并且顺利进入如定轨道 由张永恩在走船卫星发射中心报导 3 2 1 点火 1 1 1 2 2 2 10 59分 搭载着晨周18号载人飞船的 长征2号F-18运载火箭 晚上8点59分点火发射 升空大约2分钟 途日塔和火箭分离 之后左推气和1级火箭燃料耗尽 和2级火箭分离 离开地球大气层之后 位于顶部的整楼罩 也都和火箭分离 升空不够10分钟 晨18载人飞船成功和火箭分离 正在太空驻留的晨周17号 三明航天元在太空站里面 看着晨18升空过程 飞船进入预定轨道之后 打开太阳林帆板 随后航天元向地面报告情况 经地面确认之后 航天元打开面罩 三明航天元逐一和地面沟通之后 获允许解开身上束缚带 不过身处太空无重力环境之下 解开束缚带前 都要放好手上物品 否则就好像叶光库那样 发射中心在火箭升空 大约一个小时后宣布好消息 我宣布神周18号 发射中午取得圆满成功 神周18号三明航天元 今次驻留六个月期间 将会进行两至三次出仓任务 并且首次在太空站内养鱼 无线电视记者 张明恩在走传卫星发射中心报导 上十八架三个红天元 是在昨晚领明出征 飞船发射升空之前 大约三个小时 走传卫星发射中心问天国 举行仪式 神周18号指令掌业光辅 与另外两名红天元 李冲、李广素领明出征 总指挥长同志 我们奉命执行 神周18号载人飞行任务 准备完毕 请指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 航天员叶光复 航天员李冲 航天员李广素 出发 是 接点 现场有大批航天部门的工作人员 家属以及民众观看仪式 神十八航天员之后登上专车 出发前往发射塔架 除了有警车开路护送 沿途也有大批民众欢送 经过不到二十分钟的车程 专车抵达发射塔架 航天员随即前往第九层平台待命 之后在工作人员协作下 三名航天员陆续经轨道舱进入返回舱 警山天路长江七号三小时准备完毕 警山报告完毕 最后入舱的是指令长叶光复 他坐在正中间 而他的右边是李冲 左边是李广素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回本港 天后一个住宅的后巷有杂物起火 无出浓烟 无人受伤 清晨五点多警方接获多人报案 说在天后庙道一个住宅附近传出爆炸声 消防到场发现后巷起火 出动一条后灌构不用疏散 现场消息说 华尔是建筑材料起火 起火的原因有待消防调查 近日发生沙井工业意外 造成两死两伤 政安局提醒 承建商要做好风险评估 保障工人在密闭空间工作安全 务公署就说 上半年会完成修订相关的工作守则 四个工人星期二凌晨 在沙田园和游乐场沙井 进行污水渠清洗工程期间吸入沼气 造成两死两伤 政府说工人本身无需进入沙井 但有关注工人的组织说 实际情况下工人有事难免要进入沙井里面 如果遇到沙井里面有淤塞的情况 有些垃圾阻住的情况 就有机会派工人来清理垃圾 然后才做他们原本清渠的工作 都会有突发的情况出现 就是一些气体突然间出现了 而引致一些严重的伤亡的后果 根据法例 工人进入密闭空间之前 东主或者承建商需要委任合资及人士 先进行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当然 它里面是需要包括 有没有一些毒气的出现 缺氧 或者一些油水烟浸 或者有一些固体溶入 火经爆炸 或者热的危害 另外它也需要建议一些安全措施 例如一些口管的隔离 通风清洗 大气测试 这些这样 法例也列明工人需要完成 劳工处认可的训练及证书计划 成为核准工人 才可以进入密闭空间工作 有议员建议政府加强鼓励业界提升安全配套 劳工处说当局正调查 今次沙井意外 会根据个案所得的经验 改善密闭空间安全与健康的工作守质 预计上半年会完成 无线电视记者黄海晴报道 公营诊所牙医严重短缺 牙医学会估计是经济下行 未来会有比较多的牙科毕业生转头公营医疗 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 规定毕业生要在公营系统做一定的年期 公营牙医诊所 部分每星期看证不够100人 市民要看牙医 至少都要排队几个小时拿丑 有关注基层的组织说 私家牙医收费过高 就算长者有医疗券都不敢看 配一些很基本的假牙是说一万多元 那你四年医疗券是八千元 那所以根本是用了老公老婆 总共八年的医疗券都未必弄到一副假牙 就是过去一路就觉得 有什么未处理的医疗问题 就是医疗券啦 其实就很不负责任 因为你只有两千元 就是专科轮得奈又医疗券 门诊药不了又医疗券 牙科没得看又医疗券 其实很不负责任 截至去年年底 本港有2876个注册牙医 只有大约700人在公立 空缺率达到两成七 牙医学会说经济下行 私营诊所经营压力增加 估计未来两三年的牙科毕业生 会转头公营工作 政府根本以前的一项的政策 都不是放重在公众的医疗的问题 牙科这里大部分是交给私营市场去处理 它起身大约是六万多元 其实如果以现成现在的环境 其实私营市场跟它都没有太大分别 这个市场的自然调节 很多时候都可以舒缓到 公营系统的人手短缺 现在只有香港大学提供牙医学士学位课程 每年牙医生血大约90人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增加名额 又说可以考虑规定毕业之后 需要在公营系统工作一定年期 1000名的市民只有0.37个牙医的比例 其实现在是相对很低的 我相信每一个从医的学生 都应该有一个服务社会的心在 不是叫你一生都在公营市场 而是可能是有一定的年份在 跟着之后再出去私营市场 他又说政府需要同时增加牙齿 以卫生员等附罪人员协助处理洗牙补牙等等 以减轻牙医压力 母线市记者刘俊玉辉 文汇报报道 距离内地五一黄金周 剩下不够一个星期 香港旅游业的级客公势进入冲刺阶段 有酒店五一档期的房间已经八成定本 当中以个人游旅客为主 房价比平日上升一两成 香港澳斯酒店营运总监崔定邦 接受文汇报访问时 香港本地酒店联宾馆 一日可以容纳大约20万个旅客 预计在五一黄金周 全港酒店订访率平均超过七八成 旅客平均逗留超过三天 崔定邦说 很多时候内地旅客会选择入住 可以跳望维多利亚港口的尖沙咀和中环 这两个地区的酒店都会比较受欢迎 升到日报报道 黄加加勒比国际邮轮公司昨日宣布 超量子级别邮轮海洋光谱号 在2024至2025年1月期间 将会提供七个香港母港航次 另一艘大型邮轮海洋赞礼号 也会在明年的四月起 转以香港作为母港 到时那间公司会有两艘大型邮轮同时以香港为母港 提供前往日本沖城和九州等地的母港航程 有业界人士认为大型邮轮以香港为母港 可以吸引更多消费力强的高增值游客 欢迎收看中华略映 位于河北联平苑和北京密云区交界 金山岭长城有一段 用大量文字砖堆砌的城墙 一起去看一下 在这段由继镇总兵斥继光 在明代鸿武时期起统筹 修建的金山岭长城大小湖顶楼附近 大约500米长的城墙 有不少砖上刻有文字 当年修缮此段长城时抽调来此的部队 他们在烧制长城砖的时候 把自己部队的名称和年代刻字成模 印在砖批上 文字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分清责任 一旦在时工中出现工程质量问题 马上就能确定责任归属 可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从而做出相应的处罚 这也是文字体制的一种体现吧 他说长城上的文字砖不罕有 但只有金山岭长城东段 几乎完全用文字砖砌 他还说砖上的字迹受风化影响 竹尖模糊 当局正积极制定保护方案 无线电视记者何子恩报道 石头都可以作画 重庆有长者赚研石艺多年 并且成立工作室教街坊 一起去看看他的作品 这些石头摆画和石头书法 是重庆77岁刘坤明 用大小形状各异的石 结合油画抽象和国画写以风格创作 一种都是鹅卵石 一种就是风华石 鹅卵石就是主要我们拿起来摆成各种各样的土 因为这个风华石 原生态的壁画 点魂酥皮纳 我们可以把它组成我们贵家的汉子 这个石头它说穿两座小山 我一看确实是穿两座小山很漂亮 他近年初立工作室教授技艺 给到大学生银石 有计划透过石艺展研家乡文化 无线电视机者李泽浩报导 卢生是广西三大民族乐器之一 有传承人近年不断创新 致力传承宏洋演奏技艺 一起看一下 这里一支支的就是乐器卢生 他说传统卢生的音调教单一 为了演奏更丰富的曲目 近年来业界不断改良 为了适应我们新时期的发展 所有的卢生爱好者 卢生工作者 还有卢生制作者 都在往卢生的改良去思考 那么我们根据演奏的需要 像这一把 我们设计的执法是23幅 他希望改良之后 可以吸引年轻人 让我们年轻人 首先用最简单的方法 来掌握我们这个卢生 第二个呢 现在我们还推广了 比如说12拐 16拐的卢生 让他的音域 音域 扩宽 那么都可以演奏 比如说 大家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歌曲 民族经典曲子 他近年也创新和尝试 劳生乐团演奏方式 并积极对小学全城技艺 无线电视记者 陈雨桥报导 这次中华流行报导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也跌375点 也跌300多 纳指也是回远的 当然后来跌幅不大 纳指最终跌了0.6% 但是小型过山车吓死大家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如果昨晚有留意数据 就看着美国GDP 以及看着季度 PCE通胀数据 第一季经济增长 在美国预期差 只有1.6%增长 原本的市场预期 也估计2点多 只剩1.6%左右的增长 而季度的PCE通胀 看到的通胀是很顽固 大家这样就担心 经济是否真的软着陆到呢 通胀那么厉害 经济增长慢了 所以我时刻担心 看债息也扯上去 10年期美国债息扯上去 令股市价值受压 幸好恒生指数真的厉害 我们升了四天之后 今早逆转外围高开到51点 开始下17,336 延续近期的强势 最新再升多了一点 最新17,430点 挑挑17427 升近147点 我们昨天高位做过17,438 现在基本上在昨天的高位附近 看看会否再破呢 如果是破的话 就再创今年以来的高位了 目前分类指数全线上升 成价去到48亿多 刚刚一说17440 已经是再创今年以来的高位了 这时再看期货走势了 期指最新职业份升82点 17,428 跟现货差不多了 总成价有23,000张左右 今天早上都是中海油最劲的 高开到3% 一说它就立即出现了 升幅扩大了 最新的股价是一路说 就破了52周高位 支持52周高 19.78 最新19.92 逼近20元关口 最新升幅挨近半成 集团第一季的业绩增长了2.3 稍后再补充 友邦升4号都是向好的 腾讯升5.2 升幅超过1% 阿里巴巴追不追多落后呢 近期大家明白了 美团和腾讯都走上去 阿里巴巴仍是70多元 最新是73.75 最新升7.5 升福计都是落后腾讯少少 小米16.8 继续高台升2.5 小米也是炒它那部车 就是销售好 有很多大空的说 营赋基金排第六 股价升1.8 恒指牛正报6,4 另一只牛正跳下去看第九位 报6,3 卡拉中间美团升过9 1.7%进着 平保排第十位跌1 私人读潮水 恒生科指在大佬都得之下升55点 做着3610点 新经济股昨天我们香港也算是强 但是看到纳指跌100点跌幅0.6% 但是全部都没有影响到 我仪光幕这一板 起码这一板的走势 升幅计快手好些 53.9 升了过1 其他来说就是腾讯 美团阿里巴巴 已经报了 京东就扭了它 近期股价也有点突破 破了它近期的顶位 最新升幅1.7% 石油股要看 油价昨晚都向好的 纽约旗油和伦敦旗油分别是 纽约旗油升跌近1% 伦敦旗油好些 1.2%的进跌 虽然美国经济增长低个预期 通常不利油价 但是市场都在忧虑中东局势 和原油供应紧张 所以大动油价都向好 提到中海油883家要看它 第一季的纯利增长超过2.3% 赚了397亿人民币 在季度新高 下个盈利创新高 在季度来说 其内营业收入增长1.4% 还要留意 集团也说 省了成本 人民币贬值 都带来会对收益 看到中海油暂时三统油当中 都是它最擅长 看看金股 金价昨晚反弹 纽约旗油 昨天升了4.1美元 虽然升幅不大 金股看上去多数都向好 其中山东黄金 招金抗业升幅 都是超过3% 外围大家有没有留意 BHP 一间大型的抗业公司 提出收购Anglo 在抗业公司里面 这一单都是一个大交易 可能很大机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抗业公司 我看到刚才彭博的资料 合并完之后 它的铜铜产量是最高 紫金排第五位而已 简单看看汽车股 汽车股大家都关心 我们简单纳纳 北京车展大家关心 看到发布很多车 新车发布总共196场 首发的车 总共117辆 新车会在北京车展推 比亚迪暂时好一点 升2% 小鹏都是升2% 下午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周何欣 先看一次最新消息 外长王毅会见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部林肯 转体下 一个6岁有接种疫苗的女童感染夹型流感 并发脑病变死亡 是今年第2宗夹流相关儿童死亡个案 当局提醒主流病毒株有变 未来几个星期可能有更多爆发和重症个案 那个6岁曾经接种今季流感疫苗的女孩 卫生防护中心说过往健康良好 潜伏期无外游 上个星期五起发烧和咳嗽 第二日去到人安医院求诊 同日病情恶化 转送到公立医院的儿童心切治疗部 当时情况危态 最终因为夹型流感并发脑病变死亡 总体上来说其实流感针如果是接种了的话 都可以有一个七八成的保护率 打了针如果都可以是会死亡 其实都可以有很多原因 只要用荣药就只能做一些分析 一般来说就可能某个病患者 有一些天生的例如是这样出调 另外就会不会他 感染完流感之后 有一些继发性的继续感染 又或者加上其他的病毒感染 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 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处于高水平 病毒阳性比率升到百分之9.76 已经高过百分之9.21的基线水平 入院率是0.69 继续高过0.25的基线水平 上个星期录得29宗 学校或者软射爆发流感的报告 校本月上旬录得10宗显著上升 严重和死亡的成人个案就有37宗 中心说主流病毒已经由之前的 甲型流感H3变为H1 所以预料流感季节会持续一段时间 未来几个星期也都可能会录得更加多的 爆发和重症个案 关日华强调就算病毒株有转变 都不会影响疫苗效力 因为流感季里面是包含有隔队 和月型的病毒的预防的月甲型 里面有H1和H3 这个现在香港我们看到的交替的感染 纯粹因为 其实当一只的病毒株去感染完之后 我们人口会有一个抵抗力 接着到另一只又会开始流行 关日华说现在本港整体接种率不够一半 促请市民尽快打针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强报导 本港出现今年第一宗本地感染登革热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说 新个案是一个28岁男人 过往健康良好 他上星期六起发烧 第二日去到私家诊所求医 到星期一出现疲诊 除后两天曾去过圣保陆医院求医 星期三再去东区医院急症室求医 并入院接受治疗 现在情况稳定 他的血液仰本证实对登革热病毒呈阳性反映 初步调查显示 他住在小西湾富仪花园 潜伏期内没有外游 暴征过去三个星期没有被蚊钉 他的家居接触仔现在没有病征 只是接受医学监察 中心已经视察病人住所 并向邻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首阶段管制积气塑胶餐具和产品已实施 有环保餐具供应商说 有意见认为餐具不好用 只是因为用了设计不对应的餐具 不是品质问题 餐饮业认为不太实际 食汤面时用纸汁 不够10分钟就变远 用米漿饮管 吸水之后变成这样 因应种种问题 环保署邀请绿色餐具平台上的 四间环保供应商示范 为了再环保一点 试下用拼接式木刀叉鞠牛扒 木刀断成两折 换过一只再来 牛扒终于扯开 但木刀拼接位又断开 要用到第三只 用另一款竹制刀叉就顺利一点 用借渣章制成的池羹笔饭又怎样呢 饭都放了很久 没办法 试了十几次才行 用纸制池羹笔糯米鸡 难度就不算大 对坊间有意见认为 环保餐具不好用 供应商说是因为用了不适合的设计 设计形状不同 所以它对应的餐品 都是不同的 之前它断的那只是汤羹 所以它就有一个弧度在 它是给你拌汤或者 斗着一些面 但是这只羹 就会直身一些 它就会给你拌饭的时候 很受力一些 绿色餐具平台 现在再有64家供应商 一共780几样餐具 都经过环保署审核 如果它有含塑胶的成分 就是可能 之前大家都有听过 粟米淀粉 或者是一些叫做 蜜干的材料 它的确是 它过不了它的测试的时候 就已经是不可以 上架 供应商表示 未来因应市场需要 而改良餐具 例如将四层的指引馆 增厚到六层或者八层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远了 有餐饮而介 就认为不实际 他建议政府推广多些 令更多供应商加入平台 同时列明家前 方便食事选购 无线电视记者 在学习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续审 重返证人 陈子华接受辩方盘问 说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 仍然倾向希望推动制裁 审讯踏入第66日 辩方开始盘问重返证人陈子华 陈子华公称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 他没有再打电话给黎智英 也没有跟黎智英达成任何口头协议 进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行为 陈子华说 曾经跟李宇軒讨论港区国安法 明白过去一些合法的活动会变得不合法 但当时认为 海外仍然有很多重光团队的成员 可以继续呼吁制裁 又认为连黎智英这样吸数的人物 都可以无威无惧以身作则 因此他倾向认为 需要继续推动制裁 他提到李宇軒在2020年8月10日被捕 两日之后获释 同月23日被内地海警接获 期间他和李宇軒没有谈论过 如何安排对方离开香港 陈子华说他们只是透过电话沟通 李宇軒曾经说他走路需要钱 包括想动用重光团队的资金 或者酬钱给他 陈子华又说 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 在2020年8月中 透过Signal电话说 会派揽炒巴刘祖迪 去不同大学做巡回演讲 继续推广揽炒 在陈子华被捕之后 Mark Simon 同年10月 亦都透过Signal打电话 叫陈子华不用担心 应该继续国际游说 和推动制裁 但是说要有再被捕的心理准备 陈子华确认 自己在2021年3月到4月 同意向控方提供协助 曾经与警方进行大约81次回眠 四次录影回眠 和录取四份书免公辞 无线电视记者中卓希报道 稍后回来有另一次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